你不会真的以为所有蛋仔的双脚上都穿着两只鞋子吧 快看 我的蛋仔小红蛋在他的双脚上穿着两只白色鞋子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蛋仔岛中还隐藏着一只恐怖蛋仔 他两只脚上只穿着一只鞋子 你们难道不好奇隐藏起来的这只两只脚上只穿一只鞋子的恐怖蛋仔 他究竟是谁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绝大多数蛋仔双脚上都是穿着两只鞋子的 比如说眼前这只小黄蛋他双脚上穿着两只橙色鞋子 如果你的蛋仔的双脚上也穿着两只鞋子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就连蛋仔岛中的NPC潮流蛋 我们也是可以在他的身体下方看到两只脚上穿着两只棕色鞋子的 并且我们使用咸鱼做潮流蛋 他的鞋子依然会在他的脚上穿着 是不会掉落到地面上的 对了小伙伴们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起来的这只恐怖蛋仔 他两只脚上只穿一只鞋子 他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发现了这只蛋仔 他叫僵尸博士 小伙伴们仔细看在他的两只脚上 只有右脚上穿了一只棕色鞋子 而他的左脚上是光脚 根本就没有穿鞋子 所以说在蛋仔岛中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蛋仔 他们的双脚上都穿着两只鞋子 官方隐藏起来的恐怖蛋仔僵尸博士 他两只脚上只穿一只鞋子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